在广东省有这么一个地方 每分冲节期间 就会有非常荣誉且不计成本的民俗表演 这里不仅有舞龙 鹰歌舞 万人火把节 还有各种民俗表演 接下来跟着我一起走进街洋 感受他们的冲节到底有多热了 哈喽 大家过年好 今年呢 我过年是没有回家的一年 今天呢 我打算给自己放个假 开车去外面旅行一下 给自己放一天假 去散透玩一天 OK 我们现在开始出发 你好 小屁 党行去街洋 冲节期间开车晕堵 是所有人烦恼的事情 既然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堵车 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开车更舒服一点 那么今天就开着这台小鹏G6去接洋 先看一下跨城长途晕堵的高速NGP能力 电耗充电考验 再看看小鹏新开通的243层城市XNGP 在接洋这种非一线城市 它的驾驶辅助能力表现如何 我们现在刚出发呢 昨天忘记充电了 现在只有22%的电 是不够到达里程的 我们先去找一个地方充满电 我们现在呢 找了一个特来电的充电站 然后把车子的续航充满 现在车子上面显示99.5千瓦 这是我们车子的充电速度 我就很好奇 其他的车它的充电速度会怎样 然后旁边有个低色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充电速度有多大 这边这个车 这个低色 它上面显示是60.8 60千瓦左右 我们99千瓦 接近100千瓦 这边是60千瓦 那整整多出了 接近40千瓦的一个充电速度 好了 我们现在充满电了 这个车子表现里程充到96% 显示续航可以有693公里 我们现在出发 我们现在在高速上 现在导航的显示要下扎道 我们来看一下它下扎道的一个能力 现在是自己在打转向 在编道 好 OK 它现在已经进入扎道 我全程没有干预啊 前面有一个双岔口 一个是左 左岔口 一个是右岔口 我看一下它的 识别能力 好 它准确无误 现在是沿着右边的这个插口在走 好 我们现在进入主路 到处放完以后 它自己打了转向灯 准备开始向左边倒 OK 在检测后面没有车辆 自动变入主车道 操作真的是行云流水 好 我现在呢 刚到这个叶阳这个市区里面 就在路边看到了 这边的一个表演 我们过来看一下 昂地的一个叫 鹰歌舞的一个表演 非常热闹 哇哦 好多美女 哈喽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这个是你们 父亲都会要求你们过来的 是吗 自愿的 自愿的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啊 我们现在距离目的地 还有9公里 尽可能的不去干预它 用这个XNGP去 让它辅助驾驶 前面开始出发 一路非常堵 全是红色的 前面也非常堵 但是我们有辅助驾驶 我们不怕 不用管它 也不用踩油门 也不用管刹车 也方向也不用怎么管 它自己能跑 太轻松了 如果要是自己踩的话 真的是踩的脚 抽筋都会 红灯 OK 它现在刹车了 然后整个斑马线 摩托车 人行 人行道 还有整个车道 它都显示的非常清楚 就给人一种感觉 非常有信心 它能够足够的 清楚的判断前方 有哪些物体 绿灯亮起 然后继续通行 现在我没有做任何干涉 前面有行人 它捡了一个数 OK 现在继续前行 它检测了前面车太慢了 然后主动变道 变道左车到来 我们全程没有干预 大大目的地 找个地方让它自己停车 还挺标准的挺 对 现在呢 就来到了这种 县子岛 独点 火把节那个更是开始 现在距离 火把节开始 还有9分钟 广东接洋汉族的火把节呢 自清光训练间 扬美鲜明就建庙 纪念冲秋时期 信国民事 接着推 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初六 扬美社区都会举办火把节 这一传统民俗的文化活动 主要目的呢 是崇洋前贤高峰亮节 陶冶聪明的道德情操 崇洋歌手信义 忠要仁爱的美德 而我作为一个北方人 也是第一次感受 这么震撼的民俗分歧 从白天的阴歌舞 游神 舞龙 万人火把节 还有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烟花秀 真的是让人难以忘怀 非常推荐大家 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今天呢 我们从深圳到接洋 玩了一整天 我并不觉得累 因为大部分的开车的经历 都是辅助驾驶在帮我完成 我出发的时候呢 只将车辆的电池 充到了96% 它的表显里程呢 是693公里 到达接洋的时候呢 它显示还有260公里 电量还剩余38% 实际消耗呢 我们总的里程是 到接洋 我们高速跑了是300公里 平均我是在125左右的 一个时速在跑 然后在城区呢 我们跑了50公里 那么一个来回呢 就大概加起来是700公里左右 它的电耗呢 只有13.8 回来的时候非常堵 也会增加一些电耗 整体从深圳到接洋 续航基本上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到达接洋的时候呢 我们找了一个充电桩 它的充电速度 可以达到145到155千瓦左右 用车表现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对这个小鹏的车 也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线下的实体店去体验一下 我们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